哈喽大家好,我是妮威 空气炸锅烤土豆这种生鲜做法 你吃过吗?外焦里嫩暖糯鲜香 一定要试一下 先准备适量肥瘦适中的猪肉切成小块 抓入绞肉机里 翻和平平把它搅成带有一些粿粒感的肉末 再加入一点香葱 准备一块生姜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来擦一些姜萝蒙 这样我们吃的时候既可以去腥 还可以增香却吃不到姜 擦好后也加入到肉馅里 打入一个鸡蛋 适量的玉米淀粉 打入适量的生抽调味 适量食用鱼 现在就可以朝同一个方向使劲的搅拌均匀 脱脚一会搅到肉馅的阻力非常的大 纳斯起连 再来准备几个漂亮的土豆 豆我们一定要选择这种细长形 不要那种坑坑洼洼和特别大的 挤进后消去外皮 土豆削好后前面这一点点我们先切掉不要 可以留着炒菜 然后再把它切成约两个硬币厚的厚度 切成这样的厚片 因为土豆熟了之后会比较的绵软 所以我们不要切得太薄 切好后就可以直接取四张肉馅 放在我们的土豆片上 上面再盖上一片 并这样轻轻的按压紧实一点 肉馅可以再稍微调整一下更加好看 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生喷就完成了 土豆这种做法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 今天我们就来一个创新的吃法 一个大一点的碗里加入适量面粉 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适量食用盐 适量的食用油 再少量多吃的往里面添加水 加了一点水之后我们就这样开始搅拌 像这样还比较粘稠 我们就再一次加水 直到调成一个细一点的面糊 调成像这个样子 像外面买的酸奶状 扫入适量烧烤料 再一次充分的搅拌均匀 像这个样子 面糊就已经可以了 我们刚才做好的土豆生坯丢入面糊里 打个滚 让它均匀的沾上面糊 再把它捡起来稍微控一下面糊 放入铺有油脂的空气炸锅篮子 每一个之间要留有一定的缝隙 要不然成熟之后它会黏在一起 全部分好之后就可以放入空气炸锅 选择空气炸功能180度烤26分钟 加着炸锅不同这个时间呢 也可以做适量的调整 烤到一半的时间时拿出来翻面 翻面后可以发现下面这一面没有什么面糊 我们再给它薄薄的刷上一层 刷好后放回去继续烤剩余的时间 烤至这样金黄外皮焦焦的 再撒上适量的烧烤量 这样烤好的烤土豆风味独特 外表焦香 里面的肉馅却是鲜嫩多汁 面面的土豆鲜香的肉馅特别的好吃 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收藏哦 点击我的头像有更多美食等你来发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